二小姐问出这个话,就有点后悔了,大姐夫刘承阳性子木讷,对于爱好风雅的定西侯来说,实在是不合眼,因此也不喜欢,再加上原本清贵的刘家走了梅月,刘老太爷得罪了皇帝,被削了官职,这也连累了子孙,试图黯淡。 刘承阳干脆到现在还是个童生,连个秀才也没考上,更是轻易不肯来月账家了。 不如去看看三哥吧,要现实了,二弟学问好,这次啊一定能中。 是啊,原本就学问好,如今又为了姨娘,她这次也是拼了。 唉,累得都病了。 姨娘二子让大小姐和二小姐沉默一下,气氛微微有些尴尬,三小姐也察觉自己的话题不好,有些尴尬的一笑。 嗯哼,都是我不好,大过年的,见了你们,不仅没高兴,还弄得大家都哀声叹气的。 唉,怪不得父亲不喜欢我,我真是晦气的人啊。 屋子里的气氛更闷了,那里黄姨娘的咳嗽声传来,长春兰忙起身进去了。 小女孩自然也跟着进去了,二小姐和三小姐对视一眼,苦笑一下,大姐怎么把她也带来了。 二小姐压低声音,指了指室内,三小姐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往室内看了眼,便飞快地收回视线,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吉利的东西。 冲二小姐摇了摇头,相比于这边的沉闷气氛,千金堂里一片欢腾。 谢谢师傅。 一个弟子从齐悦手里接过红包,宫生师里大声说道。 新年好,新年好,这个给你,大吉大利啊。 谢谢师傅。 刘浦成在一旁,谈笑看着,忽见齐悦笑着走过来。 怎么,我也有啊。 齐悦冲他一伸手。 听,老师,您是我长辈啊,红包呢? 刘浦成哈哈笑了,果真从袖子里掏出一个,放在齐悦手里。 新年好,大吉大利。 他学着齐悦说道。 齐悦恭敬地行礼拜谢。 好了好了,红包发过了,现在检查作业。 齐悦又说道,一面冲乱乎乎说笑着的弟子们拍拍手,弟子们立刻都拿出自己缝合练习的痞子。 哎呀,我忘了带了。 确知说道。 你守着我,我什么时候都能看。 齐悦笑道,一面接过挤开众人第一个站过来的胡三递来的皮子。 哼,那我现在在这里缝合一下好了,回去少夫人还忙吗,就不要您再费精了。 确知笑阴阴地说道,齐悦没料到他学得竟然如此好,平时也没见他怎么练习,竟然还敢现场缝合。 带着几番好奇,笑着点点头,确知便看向那些弟子。 哥哥们,哪个借我一张皮子和针线啊? 这一声哥哥,喊得一半的弟子身子都酥了,慌里慌张地抢着给他拿东西,阿豪在一旁撇撇嘴,他是故意等。 他弟兄对阿儒说道,阿儒了然一笑,他就是爱出风头,倒也没别的。 阿儒弟兄说道,果然,这边确知现场缝合,赢得了其他弟子的一片惊叹, 就连齐悦也很满意地夸赞他,却知笑得得意满满。 阿儒姐,你的缝合技术面子更好吧? 胡三撇撇嘴,又忙堆起笑,对阿儒说道,阿儒白了他一眼,不好,胡三善善地笑。 那阿儒别的都是最好的,反正…… 嘿嘿,反正阿儒姐姐才是最好的。 阿豪在一旁看着他,眼睛亮亮的。 对,对。 胡三遇到支烟似的,点头如同小鸡灼米。 阿豪被他逗得眼嘴笑,笑得阿儒微微脸红。 你走远点,阿儒瞪眼,低声喝道。 胡三笑着,脸声又是,果然,茫茫地跑开了。 阿儒姐姐,他真听你的话呢。 阿豪笑得更厉害了,拖着阿儒的胳膊,低声说道,阿儒的脸更红了,瞪了阿豪一眼。 这边,齐悦检查完弟子们的练习,狠狠地夸赞了一番,千金堂里的气氛更加欢庆。 还有这个好消息。 待热闹过去,刘浦成请齐悦吃茶欣喜,一面说道,齐悦眼睛一亮,也不说话,伸手指了指两边。 刘浦成边笑着点头。 哇哦,太好了,多少钱? 正在谈,可能要比成价高一些。 没问题,没问题,你们交好价格了,再跟我说。 刘浦成点点头,这个消息让齐悦坐不住了。 那我先回去了啊。 他说道,急忙忙地往外走。 得弄个草图,看看怎么布置。 那些工具啊,床啊什么的,也得不快感知了,最好处的东西也不快当。 还得体讯,急诊啊,护士啊,急救啊,有好多事情要做呢。 我先回去了。 刘浦成笑着,看着姑娘是极慌忙地走了。 他该做些什么呢? 刘浦成想了想,从桌案下拿出针线皮子,眯着有些昏昏的眼,开始慢慢地缝合。 齐悦进门的时候,长云成正拉着脸出门。 大货年子,出去跑什么? 他没好气地说道,将手里的马鞭子甩来甩去。 齐悦没有理会他。 我出去了。 嘿,狮子爷慢走。 齐悦笑道,这叫还算真诚。 长云成嗡了声。 我晚饭先回来。 他又说道, 齐悦心里正算着要怎么收拾布置,画草图。 文言又摁了声,嗯,你怎么还不走?还赶得上吃午饭吗?多实力啊。 他抬头看着天,问道。 长云成脸黑了黑,没好气地看了那女人一眼。 一旋马鞭子,马儿冲了出去,身后的小丝随从,忙呼啦啦地跟上。 少夫人,世子爷是刻意在等你呢。 却只低声笑道,等我?有事吗? 齐悦不解,又扭头去看已经远去的长云成等人,好像也没说啊。 呵呵呵呵呵,却只扑吱笑了。 他这一笑,齐悦也突然回过神,脸不由一热。 哪有那样? 这男人风一阵雨一阵的,本来就不正常。 嗯,快走快走,别误了家宴,今日有亲戚来。 齐悦说道,自己快步先行。 看着他微微不自在的样子,却只和阿如对视一眼。 嘿嘿,世子爷和少夫人越来越好了。 却只笑道,阿如虽然心里也这么认为, 但鉴于自己是知道这个少夫人秘密唯一的人, 他不想和人谈论少夫人的事。 尤其还是这样私密的事。 好了,快走吧,还有好些忙的呢。 却只按自撇撇嘴,笑着点点头,忙忙地跟上去。 武艳摆在居春阁。 齐悦过来时,屋子里已经坐了好些人, 其中有两个陌生的面孔, 一个年轻的,一个年长的。 这便是因为酒病不出门的黄姨娘以及妻女长春兰吧。 齐悦含笑走过去, 喊了声母亲。 谢氏懒得搭理她, 只当没看见, 继续和穿戴厚实的黄姨娘说话。 无视四周的视线。 齐悦自己湿湿然地在一旁坐下来, 目光落在对面的大小姐身上。 看了一眼,不由吓了一跳。 这个大小姐不是只有二十四五岁吗? 怎么看上去如同三十多了? 长得嘛,算不上好看, 尤其是在美人如云的定夕侯府里。 不过,也不算难看, 就是个平常人。 少夫人, 她站了起来, 逼着头, 似乎被齐悦打凉得有些不安。 快坐, 大姐一路累了吧, 天也冷,快坐下。 齐悦笑道, 长春兰有些迟疑, 身旁的二小姐在桌子下扯了扯她的衣袖, 原本还要说什么的长春兰, 便坐了下来。 大, 昨儿呀, 吃得太腻了, 我没胃口, 就不陪你们吃了。 也请了细班子, 你们姐妹们好好地热闹一下吧, 后夜不过来, 你们正好自在。 谢氏边说边站起身, 这里的饭菜都是给他们年轻孩子们准备的, 你呀, 吃惯了药膳, 别乱吃东西啊。 这句话是对黄姨娘说的, 黄姨娘笑着点点头, 我也该回去了, 还从来没出来过这么长时间呢, 身子啊, 还真有些顶不住呢。 她虚弱地说道, 于是, 一众人忙起身送了谢氏和黄姨娘。 哎, 还请了鸡班子啊? 齐悦笑问道, 化烟未落, 就见刚落座没多久的三个小姐也站了起来。 少夫人, 早上吃得晚, 如今呢也不饿, 我们想去看看三少爷, 先行告退了。 二小姐说道, 啊? 奇跃, 奇跃愣了下, 玄姨笑了, 哦, 去吧。 他痛快地答道, 看着她的笑, 大小姐和三小姐又一瞬间的迟疑, 被二小姐推了下, 奇奇地再次失礼退下了。 原本还热闹的屋子,一瞬间变得冷静 偌大的屋子和宴席上,只剩了齐悦一个人坐着 真是……好难堪啊 势力的丫头仆妇们不由都低下头 太过分了 阿豪低声说道 这几个小姐明显是故意的 真是浪费啊,这么多好吃的 阿如,倒酒 齐悦看着琳琅满目的菜肴,嘖嘖两声 拿起筷子吃起来,一面让真酒 不错不错,目前还是很疼妹妹们的 这些菜呀都是上品呢,好吃 西班子呢,不是说有西班子吗,不会也走了吧 仆妇们汗颜一下,忙上前说没走 那船啊,开眼吧 你们几个也别站着了,留阿如一个人伺候就行了 你们呢,都去搬个小凳子过来坐下 阿豪,将这些菜分给大家 都一边吃,一边看戏吧 大过年的,咱们呀,好好的热闹一下 嘿嘿,公费出钱,可别浪费哦 对于少夫人的脾气,仆妇们已经多少了解了 知道说什么便是什么,于是都纷纷道谢 果然一言行事,那些听到消息的小丫头们也大着胆子跑过来,或站或蹲 运气好的捞到一盘子菜 运气差的只抓了一把果子 戏台上,锣鼓腔腔的开眼了 菊春阁顿时,热闹非凡 这样,少夫人实在是太难堪了 大小姐低声说道 这难堪,又不是我们要给她的 是母亲要给她的 咱们要是不走,那就是给母亲难堪了 大姐,你想为了这么一个可有可无的人得罪母亲吗 二小姐回头说道 大小姐当然不敢 垂下头,诺诺两声 看她这样子,二小姐就有些急 哎,大姐,你的性子也太 你有时候要强硬一些 二小姐说道 大小姐苦笑一下 我有什么资格好强硬的 庶女,父亲不喜,又生养了那么一个 话说到这里,她戛然而止 最终叹口气,垂下头 哎,二小姐和三小姐对视一眼 大姐,其实你何必非要带着燕儿 二小姐迟疑一下,还是说出口 大小姐的脚步一顿 因为,她是我生的 虽然依旧低着头,但语气中却多了几分倔强 二小姐还要说什么,三小姐伸手扯了扯她 冲她摇头示意 二小姐便叹口气,不说话了 路上见到小丫头们乱跑 二小姐不由喝止 做什么,过年就没规矩了 是少夫人在菊春阁放果子,还让大家看戏呢 小丫头们忙说道 三位小姐不由愣住了 扭头看去 听得菊春阁这边,果然有锣鼓丝竹声传来 这也行 三人对视一眼 不知道该什么表情 这脸皮,果然是厚 二小姐最终说道 不愧是要犯的 三人神情复杂的来到三少爷长云起这里 长云起已经退烧了 精神有些不济 但已经没有大碍了 因为都是在老太太跟前长大的 见到长春兰,她也很高兴 怎么熬成了这样 三弟,你学问好 现世是没问题的 不用这样 长春兰心疼的说道 长云起笑了笑,说了声没事 二小姐却在一旁 冷笑一声 哼 但是为了现世 熬成这样 倒也不丢人 只怕是 为了那不该有的念头 熬的吧 不管为了什么 都是我军事 长云起淡淡说道 他们两个是同母同父的亲兄妹 但关系却一直有些怪异 我就不明白了 为了那个女人 你到底想怎么样 讨个状元 给她证个告命吗 哼,别傻了 你到底糊涂什么 时时刻刻都要念着那个女人 因为我是她生的 因为我是她生的 长云起抬头 看了她一眼 淡淡说道 不急不躁 此言一出 屋子里安静下来 大小姐只觉得眼泪忍不住 刷地留下来 少爷 厨房送饭来了 丫头在门外回道 打破了这屋子里的尴尬气氛 两个仆妇各自拎着石盒 含笑逐一给几位小姐见礼 一面将饭菜摆上来 怎么又是单独坐的 我已经好了 还是吃分力吧 长云起看着桌上的饭菜说道 少爷 这个呀 是少夫人特意吩咐过的 而且是她亲自拟定的菜谱 说 说这是 是 一个仆妇对笑答道 却想不起少夫人说的那个词 看向另外一个仆妇 是烤生餐 另一个仆妇笑道 长云起忍不住 笑了 哪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念头 看着桌上的四菜一汤 是她亲自挑选的菜肴 是谁 二小姐没听听 问道 是少夫人 少夫人说三少爷要考试了 所以呀 这是家里的大事 吃的喝的用的 要单独准备 这叫 呃 叫 哈哈 叫一人备考 全家动员 两个仆妇将石盒放在一旁 什么 什么乱七八糟的 二小姐惊讶的 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说呢 前几天去花圃 遇到你屋子里的丫头 来挑花 那平日长着少夫人 眼睛长到头顶上的花圃娘子 亲自陪着 问了 说是什么 备考 什么保持心情愉悦 呃 多看花草 什么的 乱七八糟的话 我还以为她转了性呢 三小姐想到什么 笑道 常云起笑了笑 没有说话 原来 这个也是她安排的 二小姐绷着脸